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怎么去唱呢 首先这首歌呢 它的唤气非常的规律 基本上呢 都是每一句换一次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它的声音需要非常的安宁 所以呢 状态浮躁 先用哼鸣去哼唱歌曲的旋律 注意要找到蚊子跟蜜蜂嗡嗡响的声音 哼是用多大的音量 唱就用多大的音量 大家要注意 基本上呢 前面部分的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呢 老师写了一个放字 意思是说呢 在最后一个字 我们要把气放掉 轻轻的放掉 每个心上某一个地方 总有个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 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那副歌部分的情绪 肯定是比主歌要递进一点点的 所以这个城里的 一定要有肯定的语气 月光呢 我们要唱的小声一点 跟前面形成一个对比 城里大声 月光小声 城里的月光 把梦照亮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量子后面写的 一个轻字 探字 最后一个量子 也需要轻轻的探 照亮 那么下一句呢 请温暖他心放 房子也要轻柔的 放 看透了人间 好 看透了人间 这个地方唱的大声一点 聚散唱的轻一点 形成强烈的对比 看透了人间 聚散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